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人的N少年 我們又見面了 這一集要教大家的是 來自於外星人的科技 PRISMA切割機 沒有外星人 有外星人 他是不是還沒來 什麼叫做PRISMA的切割機呢 其實PRISMA在我們業界也會稱為 等離子切割機 但是有一些人會講 電離子切割機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 口音的關係啦 海桃Q嘛 台中人 總而言之 他其實是用一種等離子的原理 在作為切割的 講到PRISMA切割 基本上他其實是用在金屬切割的 那金屬切割在我們以前也有講過 他有非常多種切割方法 好比說我們以前所教的 用砂溫機切割 用軍刀具切割 用圓具機切割 甚至用水刀切割 而PRISMA切割的原理 就是用高溫離子化的氣體去燃燒 所以他在切割金銀銅鐵 各種金屬類的東西 只要能夠導電 基本上都是非常好用的 那PRISMA呢 其實是在切割跟工業的 稀工上面非常被廣泛使用的 那大家聽到PRISMA一定會覺得很懷疑 到底是什麼東西對不對 其實大家看到電影啊 很多人用搶銀行 他拿一個很像火槍的東西 然後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PRISMA切割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等離子切割 PRISMA切割它有什麼樣的優點呢 基本上它的切割非常的快速 而且它能夠切出各種形狀 那基本上你只要能夠使用AutoCAD 或者是能使用一些AI的塗檔 那你進到CNC裡面 它都可以用PRISMA 切出很多漂亮的字體來 那它有什麼樣的缺點呢 第一個在PRISMA切割的時候 它會產生非常大的火花跟葉果 甚至會有粉塵、煙塵 基本上如果你的旁邊是有一些易燃物體 它是危險的 那第二個就是 它如果今天你是用手持式PRISMA的話 它跟帶鋸機 跟水刀 它相對起來 雖然速度很快 但是切割的時候 它旁邊會有很多霸利亞 這個東西我們等一下在示範的時候 會示範給大家看 它有什麼不能切嗎 有漆的 有漆面也是可以切的 有漆面的東西也是可以切的 是細胞金屬才能切的 細胞金屬還是紫包機 應該都可以切啦 我記得啦 如果你有發現金屬外 它什麼不能切的 留言告訴我一下 讓我增長一下姿勢 那你在買一台PRISMA的時候 你要注意什麼呢 通常一個PRISMA 很多廠商它都會講說 我們能夠切多厚、切多厚 這東西騙笑耶 跟這個沒有到片下來這麼嚴重 基本上切割你要看三種東西 首先第一個叫做品質切割 第二個東西叫做一般切割 第三種叫做分離切割 而這三個切割它到底有什麼樣的差別呢 像我們一般的鐵板 它都是有一個幾mm的厚度嘛 所以當然是越厚的鐵板越難切 對不對 沒有問題吧 所以當如果今天這個鋼板 它的厚度已經超過了 這個PRISMA它的品質切割的時候 這個時候會產生什麼樣的狀態呢 就是它掛紮會非常的嚴重 它的切割速度會非常的慢 你在切過去的時候 它的那些斷口都會非常的不漂亮 所以這個頂多只能稱為叫做分離切割 那如果今天你是要做一些精緻的工件啊 或者是你今天是要做一些工藝品啊 甚至你是要做一些各種五金工具啊 那不是單純只是要分離的話 那你就要去注意看 每一間廠牌它所給你的品質切割 跟一般切割 它的mini的厚度到底能夠到多少 那也許多網友跟我們留言說想要 希望我們頻道能夠教氧氣缺的切割 也就是所謂人家說的上手的切割 基於呢 我覺得我們先教完基本的 那上手的切割我們之後會教 所以各位朋友 按乃姐好 你只要慢慢訂閱 然後按一下我們這個這個鈴鐺 下面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地方那個鈴鐺好 那你就可以找完會等到它的 好東西需要等待 就像愛情一樣 回到口袋呢 就是當它在切割一些厚度比較薄的鋼板的時候呢 大家老師傅應該都有經驗 鋼板它預熱其實是會變形的 所以如果今天你需要一個比較漂亮的切面 基本上你都是要二次處理 不過在切割的時候呢 它會產生一個東西叫做 HA-Li Hit Affected Zone 就是一個受熱影響區域 那基本上呢 它的概念就跟手走區是一樣的意思 什麼叫手走區呢 就是這個球 它只要到手走的這個位置 它什麼球都能夠打得回去 不過手走區的手走呢 因為不能常用 手掌會壞掉 所以 偶爾用就好 那還有一個地方呢 叫做51區 基本上它就是在研究一些外星人 還有一些研究一些特別任務的地方 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紅燈區 紅燈區 那怎麼樣避免受熱影響區呢 歡迎到我們的超認真技術本位 去交流平台 大家好好討論 好好學習 好的 廢話不多說 那我們就馬上進入工廠操作現場吧 GO 好的 我們現在來到操作現場了 那不免俗得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次的防護裝備 基本上呢 在做Prisma的時候 因為有大量的火化跟焰火 然後呢 還會有一些粉塵 所以有一些該帶的東西還是要帶 首先第一項 就是你的護目鏡 安全眼鏡 那除了這種之外呢 它們現在也有一種比較防護型 比較全面的 像這樣 可以游泳 不行 不能游泳 那第二種呢 就是在切割的時候 它可能會有粉塵 還有因為它經過Prisma空氣壓縮的關係 所以它吹出來的氣體 也會捲起旁邊的煙塵 那第二種狀態呢 就是你在切割一些有油漆面的金屬的時候 你能夠想像嘛 當你去燃燒一個上面有漆面的材質的時候 那是非常臭的 所以呢 請你一定要戴上口罩 或者是 如果今天你要切割的是有油漆類的表面的話 那請戴上防護面罩 保護你的肺部 第三個東西呢 就是你的手套啦 因為在切割的時候 你的手可能會壓住你的鋼板 或者是呢 你在切割的時候那些火花可能會噴射到你的身上 所以記得請戴上皮製的手套 那如果今天呢 你的右手就是你的持槍端 你要做的是一個非常非常精準的切割的話 精準到任何不晃動一米里的話 我個人是會使用 右邊右手帶防切割的手套 左手呢 它可能比較容易會被噴到的地方 那我就會帶皮製的手套 第四項呢 就是你的安全鞋 那火花會往你的地上噴 所以呢 你也可能會噴到你的腳上 這個時候呢 請戴上一些防焰火的安全鞋 最後呢 如果今天你要切割的是非常精準的切割 你的眼睛會去直視你的電極火口 就是最光亮最亮眼的地方的話 請你一定要戴上漢堅用的面罩 那現在他們也有出這種 就是 裡面是防護的 然後當外面蓋下來 它可以做成變色面罩 好感謝 好的 我現在來跟大家講解這個槍頭 像這個槍頭呢 這個前面它是塑鋼的 這種它比傳統的相較起來就比較 不容易摔破 大家可以看到這兩個東西 像這種電極火口 它其實是一種消耗品 就當你切割的方式 如果它太過於貼近的話 或者是操作方法不太對 它就會消耗得很快 那也有可能你可以 用於阻擋用非常的久 好的 然後大家在更換這個電極火口的時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個環套上面呢 它有四個小洞洞 你看到這四個小小的洞洞 那這個四個小洞洞呢 它其實不是垂直的 它其實是有點像一種 旋風形式的方式去旋轉 所以當後面的Compressor 它把風經過管子 經由這個小洞洞吹出來的時候呢 它能夠更集中 所以你的切割的面向會更好 好 更換了之後呢 電極火口其實你不要鎖得太緊 就稍微有緊就好了 套上這個塑鋼的套 殭屍就更換完成了 那這個槍頭呢 就是我們在俗稱的人家 什麼叫歐龜槍 就是歐龜頭 那還有另外一種頭呢 叫做日龜頭 這個就叫做日龜頭 這個就叫做歐龜頭 大家可以看出來 歐洲跟日本有差嘛 嗯 我從以前到現在 我用過非常多種的PRISMA 我大概PRISMA買過四台 然後呢 日龜頭跟歐龜頭 基本上這兩個在台灣都是非常通用的 就是你的零件都是很能夠找的 然後很容易更換的 但以我個人而言 如果你今天在買PRISMA 通常你可以選購龜頭 那我個人是比較喜歡 像這樣子的型號叫P70 它操作起來跟它的那個旋風頭設計 我覺得它是 切割起來都會比較漂亮 那講到龜頭呢 不管是歐龜頭還是日龜頭 它基本上它都能夠 靠在這種圓環上面 這個圓環可以幹嘛呢 它可以當作圓龜的輔助器 能夠讓你切割圓圈 切割圓五形 好的 當這些都準備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也開始切割了 那切割的時候 其實我會建議大家 可以去在購買機器的時候 買一種叫做有前導弧的機器 前導弧可以幹嘛呢 有前導弧的機器 按起來它會像這樣子 好 大家有看到嗎 前導弧可以幹嘛呢 前導弧就是當你今天要做分離切割 或者是當你要切割一些金屬件 上面有漆面的時候 它可以幫助你直接穿透漆面 而去做進行切割 這個是我蠻建議大家要選配的 那我們今天示範給大家看的這個機器 它是90A的 也就是說它的切割可以到25mm 那怎麼樣去換算呢 就是以數據上面來說 品質切割就是分離切割的1 3 一般切割是分離切割的1 2 也就是說 假設我們今天把它降階 這台的切割可以到20mm的話 就是2公分 那它一般切割就能夠切到10mm 也就是1公分 它的品質切割就是20的1 3 也就是7mm左右 如果今天你要外出的話 你可以選擇像這樣子的機器 這是40A的機器 這種機器呢 像手提式它比較有攜帶 它最大切割也可以到8mm左右 其實一般拆除應該算夠用 那我們今天為大家示範的是P90的型號 那在每一個PRISMA的後面 它一定會有一個接Compressor的濾水器 它可以調整壓力 也可以濾水 只要這邊接上去就好囉 當你的風管接好之後呢 這個時候你只要開機 然後調整你要的電流 接地夾上你的弓箭 然後把你的槍頭放在要切割的位置 按壓開關就可以開始了 PRISMA切割小技巧 首先你在切割的時候呢 你不要直接就這樣子壓著切割 因為你的管線它是垂在地上 所以我們在切PRISMA的時候 都會這樣子 把它背在你的身上 讓你的管線在你的後面 你在用槍者方式切割的時候呢 你的焰火才會往下噴射 那你要注意 在地一下按壓的時候 它的火會往外噴 所以其實有一些老師傅 他在地一下壓的時候 會用手稍微擋住一下 那第二個方向就是 我們會稍微往沒有人的方向去噴 也就是我的槍頭 會稍微往上傾斜 一點點 讓火往那邊噴過去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切割 那PRISMA切割 尤其在曲線的方式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你在切割的時候呢 你中間千萬不要有吃 你不要停頓 你的手的速度呢 用越穩定 用越等速的方式進行的話 那切割起來會越漂亮 好那我們開始囉 我們剛剛示範完曲線的切割之後呢 看能不能拿來切直線 當然可以的 有的時候我們會用墊木板 那如果今天墊木板 大家比較難取得的話 你可以拿一個腳鐵 把它夾出來 這個時候呢 你就有點像是拿腳鐵 當做它的靠山 一路往下切割 靠著它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切割的是4mm的歐盟 那你也可以使用像這樣的圓圈器 當你做出中心點的定位之後呢 把槍頭套進去 你就能夠割出圓圈來 好我們現在來切一個示範前段 如果移動的太慢 然後後面移動太快的話 會產生什麼樣的現象 前面這邊就是移動的太慢了 中間這邊是剛好的 到後面就是移動太快 所以你看到在後面的時候 火花都往上噴漸 它並沒有灌透下去 到後面這一段呢 它其實也沒有真正切割到的 那我們現在從這邊 從左到右把它切下來 給大家看 你會看到這邊就正確的切割 然後這邊就是因為移動太慢 所以你的殘渣就會保留非常多在下面 好這就是切割的技巧啦 那我們現在切割這種10mm的板呢 你要去判斷你的火花 它是否已經有完全穿透到往下了 那你再往後面慢慢的移動 這樣子你的切割面才會比較平均 也比較漂亮 好開始囉 你可以看到它的旁邊跟它的邊邊 都會有一些小小的馬力亞 那這個也取決於你的PRISMA 它的機器的品質 當你的品質越好的話 那你切割的馬力亞跟旁邊的邊線 就會越整齊 所以我們什麼叫二次加工呢 就是幫我們用PRISMA切割下來之後 再用砂輪機跟砂輪片去處理它 它就可以做得很漂亮 所以有了以上的認識之後呢 你就可以去材料商或者是去鐵板行 買一些大大的鐵板去裁切出你要的形狀 所以你只要有一台PRISMA再搭配簡單的工具 你就能夠做出新奇有趣的東西 好的 聽完以上的原理教學呢 跟工廠示範之後 你是不是對PRISMA等離子切割機 有更深一層的了解呢 所以你在購買PRISMA的時候呢 記得要搭配你的槍頭 記得配置你的好的電流 還有記得去選一個 適合你安培數的等離子切割機 回到頭來保固也是非常重要的 請大家不要買一些太奇怪的雜牌 好的 如果你對於以上的內容有什麼樣的問題 歡迎你在我們的下面留言 那也希望你訂閱、按讚跟分享 還有開那個小鈴鐺 注意開小鈴鐺很重要 好啦這裡是超人少年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不 HIT AFFECTED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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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等一下我再一次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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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HID群呢 HAZ 所以 所謂的HAD呢 就是 HIT HIT AFFECTED AFFECTED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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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T AFFECTED ZONE O T AFFECTED 感谢观看